美国参议院14号将审理台湾政策法案 重点内容包括五国驻美代表经济文化代表处 改名为台湾代表处 进一步提供台湾可贺阻解放军侵略的武器 以及指定台湾为主要的非北约同盟国 台湾政策法看似友善却暗藏风险 白宫国安顾问苏利文对部分条文也感到担忧 国会有意用战略清晰的表述文字 来挑战行政部门迄今没有改变的战略模糊政策 8月初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后 中共解放军随即展开围台军演 酿成台海第四次危机 前立委郭正亮直言这项法案 比佩洛西访台还严重 内容空前震撼 只要参议院通过法案 台海风暴就要开始了 每当选举蔡政府就大卖芒果干 高喊抗中宝台 面对曹新晨砸六亿要训练黑熊勇士 柯文哲讽刺很像再搞义和团 专家认为搞错民房和民兵砸大钱不但无助全民国防 反而恐让台湾惹祸上身 民房的组织跟民兵的组织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明天有人建黑熊部队 明天又有另外的人捐款建立黑狗部队 那不是打成一团 在民兵成气候前 兵雄占围随时来袭 台湾政策法乍看之下 煤胎关系提升 但一些看得到吃不到的关系 恐怕也只是张空白支票 全民承受的风险反而不断升高 记者林心灰飞捷台北采访报道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有饮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在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